大家好,我是Dixon 作为一个屯门人 很多时候都不想离开屯门 因为有时候星期六日 自己的地方很远 由屯门出去 可能去其他地方 来回都要两三小时 但其实当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我自己一心想入大学 你就会用尽你的方法去理想的地方 当年我自己读教育文憑和教育碩士 我都是半功读的 那四年时间里面都是这样过的 当中里面其实不是你的出生是怎样 其实就是你自己当中里面 你有多想读到大学 其实去到后期你考到大学是一个坚持 但去到后期你的毕业也是一个坚持 这个坚持让我自己在四年里面半功读 从屯门去南田 然后回到大学 然后回到屯门家 所以其实屯门开通真的令我很兴奋 因为我自己多一种交通工具 让我去到我要上去的地方 其实你学习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善用这个网上的学习的机会和资讯的话 你会学得更有效率的 OK 其实你要试过才明白的 所以其实中观而言 我觉得首先第一样东西你要调整的就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一有的话你就会有方法 不是有方法才有心态的 DBM第二讲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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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